本來還在猶豫是否要收這次的聯名盤 畢竟去年二十一的六色聯名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好好的使用寫出新的 然後就看到Eddie的IG放出了不明的代言照片和影片 買啊當然買要讓我們愛戸業績好啊要讓他賺錢吃飽成為代言王啊 明明的思考邏輯就是如此的單純 並且一不做二不休就買了有存在坑刷具的這個套組 刷具就是Eddie一直以來的刷毛質感 不是特別柔軟 不過柔軟的能力不錯 唇彩都是意料外的讓我非常喜歡 甚至就常煮補妝化妝包了 先從眼影開始談起 銀色外殼的1號Milk Chocolate 是兩個霧面色搭配一個亮片色還有一個珠光亮片色 有點Monochromatic的大地色盤 不太確定品牌是怎麼定義珠光亮片色 不過在我看來是底色比較飽和顯色 然後珠光的顆粒大小兼具的類型 亮片色則是底色的透明度高 珠光亮片顆粒大 相當重視反光效果的類型 這盤的配色很日常而且偏中性 很好上手 缺點可能是少了一個眼線色 但同時它的優點也是色調不會太暖太冷 要搭配別的眼影產品很容易不容易發生衝突 因此眼線色應該搭配一個自己慣用的就好了 或是喜歡清透妝效的人只要刷上睫毛膏應該就很夠了 Chocolate Milk 霧面迷信膚色 跟整盤眼影的色號同名 就前後顛倒過來而已 可以看出這盤的意圖就是如同巧克力一樣 想給人甜蜜柔軟的暖調淺色影響 雖然整體的配色也不會有太強烈的顏色 Love Coco 柔和的棕色陰影色 色調中性 只有帶些微的暖紅 因此可以製造自然的深邃感 又能帶出一絲女人味 Shiny Sleeve 底色透明度高 富含大量銀色亮片的粉膚色調亮片色 含有少量的藍紫色調亮片 與淺金色亮片 所以整體感並不是非常冷調 再加上透明度高 是很適合搭配各種色系 用來做最後點綴的亮片眼影 Yum Crunch 較為飽和的古銅底色 富含金色亮片的暖調重點色眼影 整體亮片顆粒比較細小 除了當成眼妝軟軟主角的重點色 銀外亮度也不錯 拿來當深色系眼妝的臥蠶 或者是眼頭打亮也別有風情 可以帶出熱情陽光的感覺 而是一種直覺 Coco Mousse Tint 1號 Milk Chocolate 橙彩的色號也跟影影盤同名 並不是一個直覺的巧克力色 是考慮妝感想帶來的氣質而設定的 1號色是一個相當日常感的玫瑰紅色 色調片中性幾乎所有人的膚色都適合 例如說偏白肌的我 暖橘色調的油搭 還有一些膚色更深的朋友 不論是橄欖調或暖調擦過都很自然好看 薄擦就算是素顏也適合 後擦的話也不會過於濃厭 質地像是平民的Mousse感 擦起來滿滑順的也不會過分乾燥 長時間帶妝也不至於越來越乾 不過可能是為了要製造容易暈染的妝效 飽和度大概七八成而已有點透明感 所以如果很在意唇彩均勻度的話 唇部有些死皮角質比較粗硬 或是唇紋的話就要稍微留意 既然都買了偶像代言的產品 那也想滿足一下我們身為迷美的小樂趣 所以試著做了這個 跟波敏的代言罩有CP感的造型 雖然波敏在代言罩上的妝感很素很清淡 不過眼影本身就很漂亮 所以我想讓他們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設計了這個稍微濃一點點的眼妝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比較濃妝的效果 用最深色的LOVE COCO暈染整個眼褶 還有下眼尾後半段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調整眼型 這邊順著眼型眼尾小小的上牙 試圖製造出小惡魔風格 因為顏色不會很深 所以暈染的範圍可以大一點 看起來更有農村巧克力的氣氛 然後這個步驟也不用把邊界暈染得很完美 因為等等都還會用別的眼影再處理 用米線膚色Tocolat Milk 將剛剛的步驟一暈染開 臥殘下方的陰影處也可以稍微強調 因為這色顏色淺而且貼膚 範圍比較避近眉毛也不會讓妝感太有壓迫感 可以視覺將暈染的範圍擴大一點 替整臉的妝容都染上同一種氣氛 用古董中的亮片色YUM CRUNCH 壓在上眼皮眼球中央突出 替眼妝製造漂亮的立體感與華麗氛圍 下眼影的臥殘使用粉銀的亮片色 Shining Sleeve畫出飽滿的臥殘 見諒讓眼型顯得圓潤可愛 因為上眼皮會使用一些假睫毛 為了讓上下眼皮的眼妝濃度比較平衡 臥殘的存在感可以強烈一點 如果覺得臥殘不夠膨 可以用眼線刷一類扁刷 沾取最深色的LOVE COCO 描繪臥殘的陰影線 如果本來臥殘就很飽滿 那可以略過這個步驟 腮紅用米杏膚色Chocolate Milk 大範圍的刷在蘋果肌與顴骨的高處 延伸到臉頰的側面 這次的一點點黃色調 可以帶來像是復古濾鏡般 些微泛黃和溫暖的感覺 用彩度比較低的玫瑰紅色 圓圓的刷在臉頰中央 因為想要配合牛奶巧克力主題的柔和氛圍 所以參考了唇彩的色號 挑選了比較沒那麼明亮鮮豔的色彩 如果只是想要強調可愛的氣質 亮麗的蘋果紅或者是薰衣草粉紅色 都可以嘗試看看 當然這盤影配上橘色調的彩虹也會很好看 唇彩只要選擇更暖色的珊瑚粉或者是妝紅色 當然塗色系也會非常合適好看 棕色髮色的人可以直接用這盤的霧面色畫 眉毛整體感就會很棒 夾翹睫毛根部後 稍微整理一下睫毛毛流 黏上一搓一搓的夾睫毛 最後刷上薄薄一層睫毛膏定型整體均度 只是為了要增加濃密感 避免這道眼影 夾睫毛的長度可以選擇短一點的 這邊使用的是0.8公分的款式 最後擦上這次的聯名唇彩一號 唇線的部分可以用棉花棒或者是手指暈染開來 製造像是棉花糖一樣柔霧蓬鬆的質感 本來指甲油該是油打的主場 不過這次忘記拍了 所以就讓我來分享這次的指甲油吧 新知冠的多彩指甲油020 顏色和色號都非常切合這次的主題巧克力 完全是15的巧克力顏色 可惜質地比較稠所以就沒那麼好刷勻 但一瓶也才49元 我覺得這樣子的表現還可以接受 這個顏色的顏色 PA的A111 是一個可可牛奶色 非常搭配這次的襯衫 還有眼影的色號名字 而且這色很棒挑膚色又很顯氣質 Edit House標誌性的粉紅色 用了Integrate每一天小指彩PK3EE 其實是稍微帶了一點橘色調的亮麗果凍粉紅色 也顯得有一點點櫻光感 但就很適合夏天 因為指甲的範圍很小 我覺得可以使用一些比較搶眼的色彩 這個顏色的橘色調也會讓整體氣氛顯得更活潑歡樂 彩妝和服裝的彩度不算很高 所以指甲也搭配了一些裸色系或米色系的選項 在Zoeva的秋裝有用到的OPI NLH54又再次出場 我是真的很喜歡這個低彩度的灰褐色 另外是Nailholic 2021年春季丹寧系列的PK865 是一個將近白色的粉紅色 含有細緻的白色珠光 遠看很簡潔時尚 遠看又能散發可愛的氣質 後來某天尤達逛街時發現了波敏的人形看板 可惜是個素顏尤達 沒關係 P一下還是可以得到CP裝扮的CP照的 後來市長 拜託 還是你作詞